因為發電哥一直會很關心我們竹北的房地產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也很多人會說竹北的空污率啊 竹北的什麼人沒那麼多啊 建商房子一直拼命蓋 那發電哥會針對這個部分來聊一下 因為這個如果我們被錯誤的資訊給干擾 我們很有可能我們就錯失一個賺錢的機會 所以其實很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判斷真消息還是假消息 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被假消息影響了 那最後損失最大的其實是我們自己耶 你說是不是 所以發電哥今天就來聊一下 我們如何判斷真消息假消息 空污率這個議題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發電哥也找了一些資料跟大家來分享 看是不是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個資訊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馬上要來開始 好不好 那今天很開心就是說 因為我持續的一直有在關心竹北房地產 那竹北房地產的一個發展啊 那肯定會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發電哥針對竹北空污率是真議題還是假議題啊 我們來探討來研究一下 那線上的好朋友如果你覺得這對你有幫助啊 也請你幫我們分享按讚留言 希望對大家有一些幫助 那我們看一下一些圖表啊 我們從圖表上面來研究一下 很多人會說空污率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也可以來好好的研究看看 你看重畫區點登入助率變化啊 三峽北大特區它的點登率是90% 98在這邊啊 新版90% 林口新市鎮87% 農16特區87% 也就是它低用電度數的宅 低用電宅啊 就是才14%而已啊 14% 14% 16% 17% 28% 32% 44% 所以看得到的是如果低於10%的齁 其他住的人蠻多的 每10戶裡面就有90戶是入住的 那竹北高鐵每10戶裡面有85戶是入住的 是入住的 那目前我們整個竹北地區到底 我們空污率算高還算低啊 如果沒有比較 你可能感覺不出來 什麼叫做空污率高 什麼是空污率低啊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角度來探討一下 這個是竹北高鐵正前方 我覺得這張照片拍得好漂亮啊 就是你看它的 這棟大樓叫做尾順 尾順金茂大樓 旁邊這個是華邦墊子 這是竹北目前最漂亮的兩棟圍幕型外觀的建築物 那下面是六家Plaza 這是從這個空拍的角度 我們從空拍的角度看下去 空拍的角度看下去 那這個個人判斷應該是差不多一年多前 兩年前 不只喔 這個可能更久之前拍的 因為這個尾順金茂大樓跟華邦電子才剛打地機而已 才剛打地機 然後這個是中越建設的 這個可能是三四年前的案子 你看這個是國泰Twin Park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竹北的房子 這開始慢慢的高樓蓋起來了 那什麼叫空屋 這是我們一家四口 在竹北的一些小家庭 小家庭 竹北小家庭是什麼 兩大兩小 兩個大人帶兩個小孩 或是兩個大人生一個小孩 全台灣的平均的家戶人口數 一戶大概是不到三個人 也就是說 兩夫妻一個小孩 那兩夫妻兩個小孩 在竹北還蠻常見的 發電哥 這個秉持的就是什麼 簡單的事情重複做就會是專家 重複的事情用心做就會是贏家 發電哥持續每週一到週五來做直播 跟大家來講一些竹北房地產上面一些消息 也跟大家來分享我的心得 發電哥看房日記 請大家記一下手機號碼 0909539431 或許我們可以在各位在買房 跟賣房 買地 買建地 買農地 買玉售屋 買中古屋 買新城屋 或許有發電哥可以為你服務的機會 來看一下 我們從人口密度的角 我們從今天發電哥要從兩三個面向跟大家來探討 到底空屋率跟房價有沒有關係 到底空屋率跟我們土地徵收的關係 最近發電哥也著重在譜育計畫的一些議題的探討 你看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彰化縣 就是全台灣這麼多的縣裡面 彰化縣人口密度是1100人 台北市所有這六都裡面的只要是市的 竹北市不算 因為我們竹北市縣霞市 台北市人口密度是差不多1萬人 那我們竹北市的人口密度是4000人 沒有比較不知道 就是只要是市的 我們人口密度是最高的 竹北人口密度最高 那羅東是鎮裡面人口密度最高的 人口密度最低是哪些呢 例如說如果是從縣霞市來看 嘉義太保市只有573人 人口密度喔 竹北市多少 竹北市4200人的人口密度 所以它落差差了9倍這麼多 你看500人跟4000人 500人跟4000人 那你說這個我們看台東縣 人口密度是61 彰化是1100啊 所以從人口密度可以看到 我們竹北市人口密度其實是逐漸 而且逐漸增加之外 目前還是全台灣第一密度最高的地方 我講的是縣霞市 我們看人口成長最多啊 新竹縣去每個月會成長583人 那虎口鄉其實表現不錯 有138人 竹北市有585人喔 你看所以整個新竹縣成長 一個月成長583人裡面啊 竹北多了585 那兩個人跑哪裡去 就是新竹縣死掉兩個 竹北市來了585人 然後新竹縣死掉兩個這樣子 所以總共竹北整體拉抬了 整個新竹縣的一個人口成長 每個月500多人要跟誰比 你看淡水也是500人 然後桃園1800人 我們跟六都比沒有意義喔 我們來看一下人口成長最少的喔 最少是彰化市 彰化市目前是全台灣人口最多有23萬人 那竹北已經在可能在今年年底會突破20萬人 但竹北市每個月會增加500多人的速度 但彰化市每個月會減少100多人的速度 所以它很快會 會我們很快竹北市會追上彰化市喔 這個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你看台北市每個月竟然可以少掉4000多人 4000多人這樣子一直少掉 少掉4000多人耶 好我們看一下人口成長率最高的地方喔 新竹縣人口成長率是0.1 但是你看竹北市的人口成長率是0.3 只有林口區成長速度比我們快是0.4 竹北0.3 這什麼意思呢 每百人我們會增加0.3人 但是你會想說每百個人增加0.3人 那麼少 欸已經是全台灣最高了耶 竹北市是人口成長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看的一個指標是空污率跟人口增長 這個發展哥有一個想法跟大家聊一下 台積電的機器多不多 可能沒有開機的機器很多 一個工廠雖然說買很多機器 沒有開機的機器很多 可是它的訂單如雪片般飛來 你覺得你看到什麼消息 兩個資訊 機器很多 閒置率也很多 第二個 但是它訂單卻是行業內最多 行業內訂單最多的公司 一般股價漲的就比較快 雖然它機器很多沒有在動 但是原因很有可能 因為它為了未來的訂單 先把機器買好放在那邊 預備訂單一直進來進來進來 它才有產能可以消化這些訂單 所以你說建商持續在蓋是為了什麼 因為它未雨綢繆未來三年五年 它要因應不斷搬進竹北市的這些人 它不可能說我們每個月五百多人 站在這個光明六路站在高鐵上面 怎麼建商還不趕快蓋房子呢 不可能的 絕對不會讓這種附近發生 我們一定要先把房子蓋好 讓你們可以買下來可以設戶籍 絕對不是讓你們人 先來到竹北站在那邊空等 等個兩年才能交屋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就像我們工廠在運作 我們一定要把機器先買好 那機器買好好像有可能沒有開機 因為我們是不可能一下子那麼多訂單 我們要看是一整年的訂單 未來兩年未來三年的訂單 要先把機器準備好 你說是還是不是 所以人口成長排行來看 我們從全台灣來看 新竹竹北 新竹虎口 雲林麥寮五節 我們只有竹北人口成長585人 虎口鄉各位可以關切一下 虎口 最近每個月都有成長100多人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很厲害 你看麥寮五節 竹南 太保 西羅 深港 新城鄉 他們都是幾十個人 但是竹北市跟虎口鄉 竟然可以在全台灣人口成長排行裡面 在名列前茅 那另外 我們從這個區裡面來看 剛才我們看是鄉鎮市 區裡面來看 淡水區也才五百多人 林口也才四百多人 新莊才三百多人 中立才三百多人 北屯兩百多人 汐止兩百多人 南屯兩百多人 你看 連區都還輸竹北市 可以看到 竹北市人口成長每個月五百多人 目前 連 所有的大區 像新竹市 東區北區 香山區 全部輸竹北 你感覺到竹北人口成長的速度嗎 我想各位 我發電哥講到這邊 基本上你們應該要做一個動作叫做 把發電哥的手機號碼 留在你的手機裡面 0909539431 為什麼 找我買房子 找我買哪裡的房子 買竹北市 買竹北市的房子 來看一下人口成長率排行 竹北市人口成長五百八十五 成長率是0.3 這是全台灣 鄉鎮市公所裡面的第一名 那第二名是誰 是澎湖望安 他雖然人口成長率很高 可是他只有14個人 建商不可能為他們蓋房子 那第三名呢 是宜蘭的五結鄉 人口成長率0.2 每個月會移入八十人 八十人 八十人 什麼叫做八十人 三個人是一戶 四個人是一戶 他大概每個月會增加十幾二十戶的需求 就是要建商要蓋一二十戶 二三十戶等著他住進來 那竹北市每個月五百八十五人 是什麼意思 以三個人為一戶 竹北市每個月要賣出兩百戶 兩百戶 兩百間的房子 才能夠讓三個人的小家庭能夠搬進來 各位理解嗎 每個月建商要合起來 很努力的蓋出一棟一百戶的電梯大樓 給我們從其他鄉鎮 其他縣市來到竹北打拼的人 來居住來購買 那林口你看 剛才竹北是五百八十五人 林口是第一名也才四百六十七 雖然他的人口成長距0.4 比竹北高 可是他的人口成長數字只有四百六十七 成長率高 數字比較低 那淡水是 雖然也五百多人 可是他成長率也只有0.28 所以我認為淡水區跟竹北區 是目前 還有林口區 是目前全台灣 台灣不管鄉鎮市或是區來說 他是比較有可能會上漲的 我們人只要一直搬進來 房價就會處於不會跌 穩穩的上漲 這個是目前全台灣的人口的一個數字 第一名是彰化是二十三萬人 但是他每個月會少掉一百多人 第二名是屏東市有十九萬八千人 第三名是竹北市是十九萬七千人 但是這個是五月份的數據 六月份七月份 竹北又多了一千人 所以其實現在竹北市十九萬八千人 下個月竹北市將會超越屏東市 成為全台灣人口第二多的鄉鎮市 所以僅次於彰化市 那第四名是園林 那十二萬人 十萬十萬十萬 普遍都會落在十萬上下 所以其實竹北人口不斷增加的過程當中 房價其實是會上漲的 我們回頭來講一下空污率 空污率是房市的重要參考指標 內政部調查 六都行政區以新北市土城區空污率最低才4.55% 也就是說每100戶不到5戶是空污 那竹北是多少呢 竹北是多少 竹北是多少 待會大家來告訴你們 所以 其實六都平均的空污率差不多10% 最高也有在33% 那全國來講 全國的空污有86萬戶 空污率是10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8萬戶是空污 所以其實空污如果控制在5%到10% 這都是我們台灣裡面算是比較高度發展的一個區域 來看一下最新的新聞 2020年7月8號 房市 竹北房市供不應求 竹北房子搶著買 連業者都驚呼連連 其實我們如果從一些統計數據 或是從一些這個報章雜誌我們可以看到 台電的用電 低用電度數 還有以及人口移入 人口統計裡面 人口移入數字 你會發現 這兩個資訊加起來 竹北就是一個未來 可以期待 占上四字頭 單價占上四字頭 新竹地區 6年來房市的價量變化 其實這就是 過去的資訊 你看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年 單價從19萬一直往上漲到21萬 這是平均單價 但是各位 不同的社區有不同的價位 新房 預售屋 跟中古屋 跟電梯大樓 跟公寓也有不同的價格 你看竹北市的電梯公寓 只要靠近高鐵的 單價30萬 站穩30萬 這沒問題 但是你看如果竹北市西區的公寓 它可能還在10萬上下徘徊 這個是 也是有這種情形發生 所以其實竹北人有錢 他願意買的是新房子 我們來看一下 標題殺人這種事情 你看這個標題很好很好笑 他說 台中美10間房子 只有一間沒有住人 其實你認真去看裡面的一個數字 廢話嗎 這不是講廢話嗎 這不是跟我們說 這個 每個人大概活到90歲 差不多死掉90%的人 這不是廢話嗎 這個 全台灣 你看新北市也是 每10間房子 也是有一間沒住人 台北市也是 台原市也是 台中市也是 台南市 全台灣本來就是 每10間房子就有一間沒有住人 這是一個廢話 可是看起來很有道理 可是其實 這個拿出來好笑就好了 六都 平均的空屋率就是10個百分點 就是每10間房子就會有一間沒有住人 這是正常的 這很正常 所以你不要想說被人家嚇到 什麼 竹北空屋率很高 空屋率10%很正常 好吧 就是10間有一間沒住人 那 有人會說那竹北的點燈率不高 好 怎麼看過去全都是烏漆媽黑 個人沒有點燈 不對的 好 全國低度用電住宅 總共有90多萬戶 佔稅級比例有10% 所以真的 每10間房子就有一間沒住人 比例是10個百分點 好 我們看一下2018年全國低度用電的住宅比例 低度用電住宅比例 新竹縣有20萬戶 有房屋稅級編號 有23000戶是空屋 比例最低的是哪裡 是新北市 100戶裡面只有8戶是空的 台北市是100戶裡面7戶是空的 所以大概都落在10個百分點 100戶有10戶是空屋 10戶是空屋 那新竹市也是 100戶裡面有9.92戶是空的 所以 其實全台灣平均是10% 各位記錄這個 全台灣平均的空屋數是10個百分點 這個 新台北市 竹北市 這個 6家高鐵站 站前的一個照片 好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為什麼竹北市 為什麼會移入這麼多人 為什麼竹北會移入這麼多人 關鍵是 你看台積電 聯發科 瑞育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住在竹北 身邊都是這些公司 這些科學園區的上班族 而且最近新聞是台積電 持續還在增人 最近他要再增加幾千人 來到台積電上班 幾千人裡面有竹科有台積 然後竹南有台積 台南也有台積 真的是台積沖沖 各位 我們 我們在竹北地區會發現 這些買方 都是在園區上班的朋友 比例佔的很高 所以人口不斷的移入 會讓竹北的房價 維持於一個很穩定的水位 這是點燈率變化 剛剛發電哥已經講過這個部分了 我們看新竹高鐵特區 有85%是點燈 也就是說每100戶 有15戶是空的 可是其實這是很正常 這些是新的重畫區 例如說三峽北大特區 新板特區 林口新市鎮 農十六高雄 高雄美術館 七期重畫區 新莊頭銜重畫區 這些都是新的重畫區 本來就會建商會先蓋好 等人們來買 接下來就是比 建商 這所有重畫區 建商都先蓋在前面 誰會增加人口比較多 目前就是竹北 人口增加的數量 是最多的 所以雖然我們是有15% 是沒有住人 但是 但是人口移入數字 卻是高的 六都空污率前10低的行政區 看一下 這些都在5%上下 但是你看 土城 泰山 信義區 永和區 內湖區 中山區 松山區 樹林區 板橋區 大安區 這些都是高度成長的區域 所以它本來它的空污率就會比較低 那竹北是一個新市政 雖然說空污率高15% 十幾% 可是各位不用擔心 人會慢慢的搬進來 那建商也不是傻瓜 建商也不是笨蛋 那最新的消息 根據一些小道消息指出 建商在竹北 已經開始 部署一些新的空地 成交的價格 講出來會嚇壞你 我們就先不講 但是 根據我們從它購買土地的單價 來回推 所以未來這房子要推案 絕對不低於30 甚至有可能 逼近10 每瓶單價40萬 但各位不用怕 建商都不怕 我們還怕什麼 它是整棟整棟蓋 我們是一戶一戶買 這不用擔心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數字其實很關鍵 我們看關鍵就好了 竹北都市計畫地區 107年度是17% 斗倫計畫區是25% 但是這是107年 這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我們要看107、108年 今年是109年 這些數字都會往下降 OK 那今天發言哥 就是從這個 就是從 竹北空污率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就要回到這一張 這張照片 回到這張照片 竹北的空污率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 所有的地方都會有空污 那空污率高還低才是關鍵 竹北的空污率 我認為 很普通 就是從全台灣的角度來看 它也是 這麼多重畫區裡面 嗯 就是說它的 就15% 我認為是很正常 因為全國平均是10% 最好的表現就是 台北市台北線這些 就是5個百分點 5% 那竹北雖然是15% 可是也有後段班 從畫區有後段班 20% 30%空污的 所以竹北的空污率 我認為還好 但是你要密切關注的是 竹北的人口移入數 這是全台灣第一名 585人每個月會搬進來 甚至我樂觀預測 上看每個月搬進來600人 一年會搬進來 高達7000個人 你想想看 7000人 就代表是2000戶 竹北的建商 每個月要想辦法 每年要想辦法 蓋出2000戶房子 當然啊 不是2000戶 有2000戶可能是包含了 預售屋 有可能包含新城屋 有可能包含中古屋 這加加起來 要有2000戶的銷售量出去 是全台灣第一名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 工廠之所以 工廠的股價會往上漲 當然它的機器要先買好 未來一年未來兩年的 它機器要先買好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因為我們已經要來去代看了 我們今天直播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掰掰 餵 餵餵餵 是是是 對對對